我 我 各路不婚野鬼 你们千万不要认错人啊 我只是路过而已 你别来找我 你也害怕是吧 一会儿啊 你走前面 我在后面保护你啊 走走走走 走 你走前面 你走前面啊 展大人 好巧啊 是啊 只有一条路 确实很巧 展大人 你不敢路了 夜间行路不安全 歇一晚再走 走 走走走 开封府的人 已经在来姑苏的路上了 要不要属下前去 不用 我自有安排 来人 属下在 替我给开封府的人带句话 告诫他们 要知难而退 属下遵命 什么情况啊 好 过来吧 你叫我吗 过来靠个火 好 好 展大人听到了 馋声吗 听到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馋 是冤魂化做的 他叫着说明他在喊冤 没有 你杀过人吗 杀过 不怕鬼吗 死在我剑下的人并不冤 所以我不怕 好 你也杀过人 没有啊 那你怕什么 我怕这些冤魂认错人 好厉害啊 展大人 你教教我呗 怎么做到的 投掷时 注意力放在目标上 眼神看往前方 再来 又没中 再来 好 等等 手臂手腕放松 把你的手 尽量地带到你的肩部 挥动小臂 带动手腕之处 试试 再来一次 不学了 不学了不学了 这也太难了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 比如遇到困境 可以马上逃脱的方法呀 没有 现在我们到姑苏来查案子 你要是教我一些本领 我可以自保的 以后也不用拖累你了嘛 好 我教你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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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出奇招至少 就是功则有余 今儿就练到这儿吧 我的冲晓膏怎么只剩下两块了 明明带了一包的 都掉了 陈大人 你也吃一块吧 我虽然只有两块了 但真的很好吃 你尝尝 谢谢 这重阳膏确实好吃 可就是甜不饱肚子呀 你给了我 你怎么办啊 哦 还有 谢谢陈大人 好好好 这烤馒头 跟我五哥做的一样 所以你有六个哥哥 其实是五个哥哥和一个三姐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啊 他们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大侠 身怀绝技 斩奸除恶 你不会只是想知道 他们私底下的样子吧 嗯 他们是很好的人 就像包大人和薇薇姐一样 我小时候在山上长大 师父走得早 就是他们照顾我的 对我特别好 大哥教我药理 二哥教我武功 三姐教我认风水 四哥五哥带我下山出去玩 就这个六哥 我没几年就离开薯中 战死在沙场上了 这一次 我自己偷偷跑下山 没想到跑了这么远 要是被他们逮回去啊 还不知道怎么惩罚我呢 你一个人从薯中来开封 不害怕吗 害怕呀 可是我不想在山上 被他们保护着 成为拖油瓶 我也想自己一个人闯江湖 明阳天下 成为大名鼎鼎的 鼠中第七个 对了 湛大人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的故事 你也说说你的呗 你不是江湖上的南侠吗 你为什么会在开封府任职啊 大哥哥 我也能像你一样 行侠仗义吗 你 为了弥补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快点吃 早点休息 明天 明天还要赶路呢 我说了那么多 你是在敷衍我 去 好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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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